你知道啊 雖然我們現在是媽媽囉 但是呢 大家都說 不管女人到了幾歲 其實她的心裡 永遠住著一個公主 小公主 所以呢 如果我們想要變成小公主的話呢 我們就需要有很多的 行頭跟配備 所以一不小心 可能我們就會掉入 購物的陷阱當中 好可怕 而且妳不覺得我們身邊 就是有很多的魔鏡 怎麼說 就是這魔鏡 就是妳要照的時候 他就會說 誰是最美的女人 就妳啊 就妳啊 所以妳要有這個 而且我們這裡就有一個 掉入魔鏡現金的 老師這樣應該說的 那個家裡都是魔鏡吧 我這樣講就知道是他 當然是他 這很明顯是不是 他是大師 我們認識他多久了 可是因為每個人 都有這種慾望啊 那你嚴重的程度 會到什麼程度 因為總是要有煞車的時候吧 我想我煞車應該是壞了吧 不是 沒有 因為我有一次就是去 吃飯 然後就經過一間店 你知道 你就覺得 有東西在叫我 一定要去看一下 然後就看了一雙鞋子 然後我說 可是還是有理智拉住 因為朋友也在等我 然後要吃飯 所以那我就跟那個小姐說 我說不好意思... 我等一下再回來 想說我吃一頓飯 應該就會打消這個念頭 稍微冷靜一下 對 然後就跟我朋友說 我說等一下妳一定要拉住我 對 是不是朋友就看這一次 而且因為妳身子做愛面子啊 對 然後他就說好 然後吃完飯 然後兩個人就下去 我就已經想好 就是這套劇本了嘛這樣 然後他就說 王少爺 不要妳這鞋子 真的鞋子妳一定要試穿 妳穿起來就知道 它比擺在這裡更好看 我就去試穿 在裡面穿 然後這麼長 一雙靴子 穿到大腿跟頭 那一滴很辣 重點是還小一號 我腳趾營在裡面是這樣 然後穿出來 你知道店裡面的鏡子 都很漂亮 對 會拉長筆 站起來都一百七 然後那個鞋子就說 真的好適合妳 我跟你講這個腿不夠長的 還駕馭不了耶 對 我才一百六 他竟然說我腿很長 這個時候我就馬上看向 我的朋友想說 妳該出生了吧 對 妳該要救我了吧 我朋友就這樣 天啊 好好看 好幸福 好甜喔 什麼 你們兩個人都這樣 然後兩個人在那邊 一直說好看好看 很適合我 好高好高 好漂亮 我覺得奇怪 腳也沒那麼痛的 然後 腳也沒那麼痛的之後 小姐就丟出了一句關鍵字 而且她現在打對折了 打對折 這一定要買啊 這還算什麼腳趾 一定有什麼關係 對啊 痛一下 好 而且鞋子會越撐越大 沒錯 我就是這樣想 我想說我可以 一定標準出對折 真的 沒有 沒有 好 然後打對折 那我就問她說多少 她說八萬 我 打對折 四萬 好像還可以接受 對 好吧 然後我就走到櫃檯 然後卡拿出來 然後一刷 我說怎麼是八萬 她說 八萬 好怪喔 然後她就打下來 就價格 她就這樣 而且她說刷了 也不能說什麼了 而且她是獅子做的 她也不能講 然後她就說怎麼了嗎 我說 妳要說好便宜喔 馬上其實內心都是悔恨 然後我出來就瞪我朋友 然後說妳剛剛不是說 妳要救我嗎 對啊 她就說可是真的很好看啊 妳朋友好欠揍 那雙鞋妳有真的穿過嗎 我跟你講 鞭子 因為它很小 真的很小 妳應該只能拍拍照 然後我也都是穿出去 為了贏得大的戰勝 其實我內心都在哭泣 真的很痛 真的很痛 後來就想說 那沒關係 那我就自己逛 我不要靠別人 我靠我自己 靠妳自己靠得住嗎 靠不靠 對 好可愛喔 這是不是可以順便拖地啊 沒有 這個好適合當洗衣球 對 我跟你講 它也是最後一雙 它也是小半號 這雙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總是遇到就是 小一號的鞋子 可是妳的腳已經算小的了 我跟你講 我看那個模特兒穿 有夠好看的 然後在上面又寫最後一雙 最後一雙 妳能不放到購物車裡面嗎 然後送來寄到之後 一打開 想說這要幹嘛 誰說超醜 誰說超醜 妳進來 妳可以啦 我覺得這雙鞋其實妳可以 是嗎 那不是一般人能穿出去的 但我講真的 如果妳的愛心媽媽那些活動 然後妳穿這雙去學校 妳覺得OK嗎 我會被我老公罵說 所以那那些手機殼也是嗎 我跟你們講 手機殼又是一個 另外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 各位 跟你們說 當時就是 我是iPhone X 然後我為什麼會買這個 就想說我到時候 跨年的時候可以用 因為它就是很喜氣 或過年的時候 對 然後它有另外一個背帶 是可以這樣子替換的 比較長一點 對 然後我就失心瘋 在那個店裡面買七千多塊錢 我就買了 因為他們的手機殼不便宜 對 各都要一千 對 你就各式各樣 什麼這種鑽的 那一的 然後這種亮亮的 有沒有 這樣彩色的 這些 想必妳買完那些區之後 妳後來就換手機了嗎 沒錯 我跟你講 我就換了十二 最近又買了一大堆十二的殼 所以剛剛聽下來 我覺得思佳有很多罩們 對 限量 唯一 對折 上面寫你的名字 這種的 他通螺都受不了 命運的連結 對 命運的連結 看起來 依依就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孩子 對 其實我是一個金牛座 玩雞打戲算很金牛座 可是因為我有獅子座的成分在 所以我就會 不能跟別人交談 對 我只要一跟別人交談的話 很容易被灌名 所以妳有磨鏡隊友 沒有 我是不用磨鏡 我是任何人都說我磨鏡 因為像 我們舒嬅間的化妝師姐姐 就有一個在做日本代購的 然後我每次去的時候 她幫我化妝的時候 她交一個睫毛夾 我說真的 這睫毛夾也太好用了吧 她說這日本的很難買 我就說那幫我買 後來買到後面什麼 噴頭髮的 內衣 什麼都跟她買了 就是不能大家跟我交談 然後有一次 我是跟妹妹去逛街 然後我們就走去一間店之後 我就試穿那個高跟鞋 因為我有一個工作 需要裸色的高跟鞋 我就沒有 然後一直穿車我就說 這高跟鞋很好走 又很好看 然後我妹妹就說 這是妳的命定鞋 她說妳這麼矮 穿上去之後看起來有100C 他們好適合去當銷售員 對 什麼命定鞋 什麼叫命定鞋 命中注定的鞋 她就說妳這麼矮 穿上去可以有100C 100C的感覺 而且她鞋跟那麼高 又這麼好走 妳能不買嗎 我想說好嘛 那我就買一雙裸色 反正我剛好需要 然後我妹就說 妳只買一雙裸色可以嗎 它有那麼多顏色 然後我就想說 那再買一雙黑色好了 黑色也很百搭 然後就旁邊一個路人 她經過的時候 就拿了一雙很奇怪的顏色說 請問這個顏色還有貨嗎 她說不好意思 今天這個韓系的剛到 每一個顏色都只有一雙 然後我就想說 她要跟我搶是不是 我就說不好意思 她這個順下一雙都什麼 她說都是那個熱門尺碼 37號 都是我的尺寸 我就想說 好吧 她倒是全包了 所以妳都可以包色了嗎 金色 銀色 這種紫色 而且她那漆皮 看起來白亮的對不對 回來到現在應該都 公在寫櫃裡了 那我就只穿了前面這兩雙 後面的 連黑色都還來不及穿 其實我也滿喜歡買東西 但是我的問題是就是 因為我剛來台灣 我發現台灣很旅行那個 對 就是真的很恐怖 最可怕的是 我的朋友也在裡面 他們每一個人都 對我說 這個很適合妳 你看這個很美 你看妳皮膚很白 任何醜衣服的 妳穿都很好看 然後我就想說 我的天啊 白頭不要 妳朋友是不是那代購的老闆 好像是 然後就是我還有一個 代購的朋友 他是代購歐洲的 然後他每一次來我們家吃飯 他拿一個很大的袋子 裡面都是裝衣服 完全新的 他就跟我們試穿 但是他走在旁邊說 很適合妳 很美 妳看 這樣子很瘦 這樣子很怎麼樣 好 然後我說 可能我要考慮一下 因為我已經算了 好像已經花了滿多錢 不要再購買 他就說 妳不用怕 我幫妳分析 那就是外車化的事 因為我完全沒有這個感覺 我已經花了多少 對 他就是幫妳分析 然後別人甚至說 好 我每個月都要給他換錢 志偉哥 你是有朋友 就是如此的閃鈴刷手嗎 那已經不是閃鈴刷手了 這個是有一個 那是一個新聞 就有一個女生 一個女的 她跟她的姐姐 就從她小時候就很愛比較 那姐姐其實就是 兩個姐妹其實都長得不錯 然後其實功課也都很好 但姐姐就是比妹妹優秀 所以當姐姐出社會之後 她就嫁進了豪門 那妹妹嫁的是一般上班級 那就當然就會覺得 為什麼姐姐都可以比我好 這個姐姐也滿奇怪的 就是說她可能也不是故意 但她就會在她的Facebook IG 就是去展示她的戰利品 比方說 今天不小心又買了一雙 長毛 志偉哥你好會形容喔 或是她就會在她的社群 就是社群軟體上面去 發佈自己買了什麼 也會去問妹妹說 不然這個我用不到送妳好了 全新的 那其實姐姐可能是對妹妹 是表達一個姐妹之間的感情 對啊 但對妹妹來講 她就被傷到了 她覺得姐姐妳是怎樣 是嫁給有錢老公了不起嗎 妳不要以為我嫁上班族 我就不能買比妳多 所以她就刷了一百多件的東西 而且她一百多件的東西 還不是說什麼小東西而已 她很多都是名牌的 所以當這些東西如雪片般飛來 因為她也要拍照 Tag姐姐嘛 對 那姐姐就覺得很奇怪 妳怎麼突然有錢買這些東西 對 因為她是中樂透 對 她就告訴我中樂透 她姐姐說真的假的 她說對啊 不然我怎麼可以買這麼多 來妳看妳喜歡哪一個我送妳 就換成是妹妹去 用這樣的方式去 好像在諷刺她的姐姐 那你想想看 她老公是一般上班族 她就覺得很怪 妳去哪裡買這些東西 她老婆說 她就跟她說這是訪的啦 不是真的 訪的妳也會買到一百多件 也太離譜了吧 對啊 後來她老公覺得很奇怪 然後就陸續有人 就是有 比方說有警察 然後有收到一些傳票 才發現說 因為她太太在精品店上班 所以她是不是會刷一些貴婦的卡 那有些是卡客 或是已經跟她是很熟悉的客人 比方說我要這個 妳去幫我刷卡 她可能就記下那個卡片 後面的授權碼 就倒刷了 她膽子太大了吧 對 因為她想說 記請平常都買一百多萬 我多刷個五萬塊 她不會發現 她那個肯定會被抓到的 可是她一定是 從小小金額慢慢越來越多 那尤其是說妳刷大筆的 是不要現在超過幾萬塊 解訊通知 解訊通知啊 對啊 所以她太天真了 如果你知道你老婆刷成這樣 你會怎樣 你會寫律師函告她嗎 對 而且 我以為你會說 就讓老婆繼續買得開心 你趕快去出庭啊 對啊 到我們節目一講 老婆就是拿去刷了 你還好 她怕成為塵堂震共了 她應該覺得亂嘛 應該對健康沒有什麼影響 沒有啊 前面 都是手腕八眼後五十肩 買太多 做心情好不好 她會拿太多了 重訓 沒有 會不會現在可以宅配 之前有醫學報導說 買東西的時候 會刺激腦內 腦內分身 會降低憂鬱症 對 所以女生要買東西 才不會失智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夫妻吵架 太太都要去刷卡呢 就是會可以治療我們的心 等一下 醫師 醫師 好 醫師 醫師好不好 醫師要講話 好 侯醫師請說 請說 可是真的真的買東西 也會買到出問題好不好 因為就像我們遇到一個患者 他來就是腳就一搏一搏 很年輕的女生 都三十出頭而已 講說他怎麼了 就為什麼腳就是膝蓋 又覺得很不方便 因為他後來就開始講他的病史 他的膝蓋是前十字韌帶斷裂 那斷裂之後 他反覆開了很多次刀 可是我比較好奇的是 他為什麼十字韌帶斷裂 對 一看他就不運動的那一種 因為一般十字韌帶斷裂 都是運動跳起來壓到 或是折到 激烈運動 那他怎麼會呢 他就是有一天是那種 手扶梯下樓 對 那手扶梯下樓的時候 前面一個伯伯拿著行李箱 就直接在前面跌倒了 那跌倒 在伯伯在那個手扶梯一直推 他就一直在那邊一直滾 一直滾 那超危險的 對啊 就是他往前見義勇為嘛 我們都有人藉由善良的心嘛 他就往前跨一步 對 就往前跨一步要扶伯伯的時候 結果他就自己半倒自己 結果去醫院就是食人在斷裂 可是我就說等一下 我覺得這整個故事 最有問題的是 為什麼你會卡住自己啊 對 他就說就因為那裙子 就真的很窄 對 我說你買那種窄幹嘛 他說因為朋友都說 他曾經有一次 因為他自己工作性只是業務 他穿了比較窄的裙子出去 朋友都說好看 好修長 又是一百七這一句話 真的 我看起來就是好高喔 他就覺得說他是不是都要穿這樣 對 所以後來他都去買那種 很素的 很窄的 要不然就是不管是魚尾啦 或是其他 就是這邊中間 要很素 可是那種 可是走路根本就不方便啊 所以有的時候人家就說 愛水不怕落鼻水啊 對不對 女生為了愛漂亮 腳就算縮成這樣 也是可以穿的好不好 對 好 所以這個購物的陷阱啊 常常都無所不在 我們要請安格斯老師 來幫我們測驗一下 什麼原因會讓我購物的時候 鬼遮掩 愛麗絲夢遊仙境的時候 好像很多撲克牌的人 那這個人呢 有一天你就遇上了 這個撲克牌士兵 那請問他四章 一 黑桃二 二 方塊七 三 梅花石 我跟大小一樣 然後他們來選 三個學章都有人選 梅花 梅花 思佳跟一 我覺得他們兩個實力派的 對 妳要選擇一 黑桃二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四個字很難脫單 我們跟感情 好像沒有什麼關係啊 很難脫 基本上這個選項呢 有個問題就是 什麼事 手會抖啊 你知道 他在那邊手會抖啊 坐在那邊斜在 寫不下來一個人的時候 突然又有一點情緒的時候 對 應該是更緊張的 不得了 因為我白天要看股票 看完股票我就要錄影了 所以我只有晚上有空 我告訴你 很難脫單 有單品的這個狂熱的購物症 倒坡很弱 所以呢 會有對某些品牌 或某些物品 特別特別的喜歡 所以這會構成了 你們其實會刷爆的原因 那如果選擇 第二個選項跟一一樣的話 方塊七 好 沒有啦 沒有啦 沒錯 私家銀卡 你看閃鈴刷手 基本上這個選項是 好笑喔 好笑喔 你知道 因為女生情緒很多 對 有時候老公沒有在旁邊陪伴 容易職位 或起了一點口角容易生氣 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有一個方法 好好地讓我發洩一下 閃鈴刷手 可以調節我的情緒 思佳 你老公都不敢惹女生氣對不對 他只要看我看手機 超過十五分鐘 還嘴角上揚 他就覺得大事 所以大家都是閃鈴刷手 那三呢 那如果跟佩辰選擇一樣 梅花絲怎麼辦呢 梅花絲 遇交肥類 都會鄉親啦 如果老婆選擇這個選項 不要讓她交朋友了 對 為什麼呢 因為沒辦法 小心魔鬼就在她身邊 如果她身邊有很多人會推坑 第一名就是胡瑩珊小姐 我的酷 我跟你講我都還記得 我那時候我們去韓國 然後韓國不是很冷 大家都穿羽絨衣 然後有一天很瘋狂的說 我覺得我們應該買一件皮草 比較高級 不要穿羽絨衣 看起來很像鄉下人 然後我就說好啊... 就會去看 我跟你講 他每個人都買 然後都還買兩三件 那你知道皮草一欠了好多錢 而且他最誇張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常常自己很愛拍照PO文 然後PO文都想說 這個包這麼小 到底買來要幹嘛 沒關係 因為它就是 鐵妹包 對... 就是根本沒有用處的 對 然後說這包小到只能裝可愛 對... 就是這樣 而且其實梅花石啊 對應的塔羅牌叫做全杖石 它的象徵意義就是 愛面子絕對不會退貨 就算買了沒有用 它就放在那個 所以代表這筆只要是刷下去付了 就不會就是真的完成造成損失 對 我覺得退貨這件性太麻煩了 姐妹那麼多對不對 大家都可以用啊 剛才有提到其實非常 我們非常歡迎這樣子的消費者 店家一定是超喜歡的 但是說真的我們也遇過 遇到瘋狂的消費者 像我們過往 其實像母親節檔期 是一個傳統小孩 那也是大檔 對 帶著媽媽去買東西 然後這個店家都非常喜歡 那我有一個客戶 他本身是賣那個按摩椅的 那當然我母親節檔期 就會有這個推出這個 媽媽可以做的按摩椅 再送個按摩器 再送個泡腳筒 對 然後給你一個折扣 送到家裡以後 奇怪 這按摩椅有點卡卡 有一些功能按下去不太會動 就例如說椅子要往後倒 倒到一個角度就倒不下去了 覺得有點問題 那更可怕的是 他做這個泡腳筒 對 泡下去 當然很短時間加溫很舒服 但是覺得有點酥麻酥麻的感覺 原來他漏電 他被電到 原來可怕 可是日本的SPA有一種 專門是通電的SPA 你可以想像或許他是個高科技 但是他沒有這個功能 而且頻率不太對 所以他就被電到 被電到以後他就跟店家講說 對 你給我媽媽這個東西 實在很糟糕 然後我不想要了 我要你退錢 可是店家說我們的規定 頂多我就換新的給你 我沒有辦法退你錢 但是這一對母子 就非常的瘋狂了 就說你這東西就算換給我 我敢再腳泡下去嗎 誰知道等一下會不會又漏電 我已經有一種恐懼了 所以你一定要退錢 但店家就死不退 他怎麼辦 先到這個店家去弄負評 弄幾個假帳號 繼續給他一顆心 整個負評人很慘 接下來怎麼辦 某某按摩幾公司 弄這個東西會漏電 什麼什麼 然後就讓這整個公司 商譽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商譽受到很大的影響 這個公司也在想說 你這樣太可惡了吧 甚至我考慮要告你了 你要毀謹我的商譽 結果這個消費者還更誇張的 直接到店門口舉牌 舉說你這個無良店家 你的按摩也會電死人 而且他接下來要求的 不再只是退貨 還錢 我現在只要想到你們這畫面 我就精神上有很大的恐懼 所以我要求精神賠償一百萬 店家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到最後當然有對付公堂 可是最後這個店家 還是禮貌上真的就是 錢退了 包一個大紅包 然後東西也不用還我了 如果你要就留著 不要就丟了 才把這件事情繼續 像這種每次 大家們做那個Package 然後就說 這已經什麼最後折扣 就數不退換 對 這在法律上是有效應的嗎 其實還是會 他沒有辦法真的約束到 我們之前遇過就是 如果你按摩也要退 你就連同贈品都要一起退 如果假設按摩有問題 就是全退 那有的我們還遇到有店家說 按摩也退可以 可是按摩器 泡腳筒 你要原價去買 反而是讓你退了按摩以後 另外東西還要你花錢 那對於消費者來講 就更完全不能接受 所以最重要的是 我們自己就是要稍微 要買東西之前冷靜的 要先停看廳 對 所以我想問詩博士 我覺得為什麼朋友講這些話 尤其是像斯嘉啊 我們身邊很會買 很會打扮的姐妹 你就覺得他講什麼話都好 好有說服力 就是一定要聽他講 然後他講什麼 我就想要買買買 就完全腦波變很弱 所以下次他在勸拜的時候 我是不是有什麼破解的方法 我們會去想 去買一個東西喔 不見得是那個口號 或是那句話 激起了我們的一些購物欲 有時候是那些東西 剛好戳中我們的某一些 所謂的不安全感 因為人都會有不安全感 不安全感 比方說假設 一個假設一個男生 他很擔心自己長得不夠帥 如果你跟他說 這件衣服穿起來很帥 那這件衣服特別適合你 穿起來一定非常非常帥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 那我一定要買 因為我很擔心我不帥 所以比方說假設 洪醫師他是一個 很有安全感的人 對 你跟他說這件衣服 你穿上去 你一定會很帥 他可能會覺得 我本來就很帥 或是 我不需要那一方面的色 是我感覺良好的 而且洪醫師的表情 還配得剛剛好 因為我的包包裡面 都是折價券 我不需要特別買東西 我都用優惠券換的 其實有時候像這種東西 它不見得是 真的是刺中人的購物的虛擬 它通常有時候刺中 我們某方面的一些不安全感 或是一些氣球的感 對 就比方說 他們穿起來會看起來很高 那他們想要高的人 一聽到這句話就中了 那撞包的說限量款 對 那就一定嘛 對 對是這樣這樣子 至於怎麼破解 如果假設你發現 你想要去逛街 但是你不想買東西 你也都跟人家講好 但是那個人他就是 還是會給你很多的建議的話 有一個滿簡單的方式 數完你就忍住下來 你說他在跟我講的時候 我在那邊 一 二 三 所以就沒力了 一 二 三 大概就 不要這樣 曾經有人跟我說 大概不用數到一百 數到五十 人大概就忍住了 當然每個人狀況不太一樣 可是王思佳 他都吃完整頓飯 兩個小時回去了 還是刷了那八萬的 而且剛剛說安全感 我們長那麼不安全 怎麼會安全呢 就是買東西在找安全感 對 所以可能是滿足 自己的某些慾望對不對 也許是 然後如果是獨秒的話 就是讓自己稍微可以冷靜一下 因為有時候真的會逛街 逛到最後已經昏了 對 你會覺得說 好像每一個都很好看 好像每一個 已經到最後是有選擇性障礙的時候 其實可以把它加入購物車 然後冷靜個三五天之後 再來考慮是不是真的需要這樣子 像前一陣子有一個 滿紅的一個詞叫 報復性消費 對 那像我的狀況 常常有時候 會來突然來找我的人 大概都是心情不是很好的 我問他說你買那麼多以後 你有沒有真的絕對比較開心 對 他跟我說其實那一瞬間 真的滿開心的 可是之後可能很長一段時間 他要去收拾當時他消費以後 所造成的一些 不管是遺憾感 甚至也許是跟家人的衝突 沒有 我就自己可以判斷一下 我覺得主要就是 會不會帶來後續的痛苦的話 應該是要量力而為 對 對不對 如果你只是刷一時的開心 可是會刷到最後是負債的 或者是影響了夫妻的感情 那當然這個購物行為 就是不被允許 不合理的 好 但是真的 女生常常還會遇到很多的魔咒 所以我們要看第二個魔咒是 森林裡面的黑魔女 她不是就是為了達到目的 就會失那個咒語嗎 對 那大家只要是聽到這個咒語 就是完全就是會整個被牽著鼻子走 所以我覺得呢 在我們生活周遭裡面 就是有非常多的咒語 就是像限量啊 你知道 一起寫在裡面 對 還有一種是明星的咒語 就譬如說 天啊 你穿了這一雙 然後你就瞬間說真的嗎 你就覺得有那麼年輕喔 好... 就是明星還有一個效應囉 就是聯名款 對 聯名很可怕 因為像我自己是金牛座 金打戲算嘛 那有時候精品買不起的話 跟聯名款總是可以了吧 像什麼Uni Cooler H&M 跟一個很貴十幾萬的精品聯名 那你就覺得 這個聯名款 平常精品要買一件三萬塊 去H&M買三千塊就有了 那就要買 我記得有一次是 H&M跟一個精品聯名 然後那天是錄影的時候 然後還記得我旁邊坐的是 Kevin老師 小時候我在跟他的助理 order說等一下錄影的時候 他拿整點開始 你一定要幫我搶購什麼... 我在那邊偷聽 聽完之後我就跟我的經紀人說 聽到了吧 他買的我也要 然後我就錄影的時候 就很不專心 就例如說季晴姐在講的時候 我魚瓜在看 我經紀人有沒有下單到 我說有嗎 他就這樣 然後後來這天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買了三萬多塊的 精品的東西 聯名 雖然說一個東西三千多塊 我看你會不會在家裡 休息比較安全 對不對 好像出來錄影好花錢喔 尤其有的時候 聯名又會比較浮誇 因為他為了讓消費者 覺得物超所值 所以他就要有精品的浮誇的感覺 然後有時候我就買了一個 它是保險套造型的耳環 然後買了之後 好像也不敢帶 保險套造型 你敢帶出門 但是家姐已經知道了 就是他外國人帶你會覺得很前衛 對 可是如果你拿到自己身上 而且那時候你的那個銅系列 我還買了一個帽子 是上面全部都是金屬 就這樣子一排這樣子 然後他銅系列還有一個圍巾 然後他圍巾上面都是洞 然後我圍巾就覺得好冷 好冷 就是他東西都很不合 因為他設計感很強 然後我還買了 他有長靴 買回家之後發現 那個靴子不能坐下 而且那靴子什麼 他很長 他很長 所以他坐下來的時候 他不能凹 所以你要一直站著 所以你坐下來的時候 要拿一個板凳 就是要搶在庫邊 所以你在店裡面是不是 他不會坐嘛 你就是照鏡子這樣 然後照鏡子 我的尺寸這樣 然後我就買回家了 就是聯名一定要買 然後像我平常買的時候 都是聯名通常都是網購要搶 然後就會每次就寄回家的時候 我就用個小推車 然後看男朋友不在的時候 就這樣推回家 然後有一次就是 我那天工作就比較晚 所以我那天回家的時候 看到他已經把一個推車推回家 他就說我都不知道 我們家阿比這麼會買 買了這麼多東西 我就說沒有 那都是業配 來 業配 然後他就拿了一個 箱子起來說 我就等於突然發現了 而且好丟臉喔 然後那天就是我一樣 那天寄回來就是 那時候美少女戰士有聯名 然後我就買了 買了之後我男朋友就說 這種你敢穿嗎 這很像是小女生的鞋子 很裝可愛 你就很羞小女生 他就一直說他覺得很浮誇 可是他買一定要買 因為他買的話 他還可以再加購買一個風格 這就會讓女生覺得 自己很像一個小公主 有小女性 不知不覺就會買了很多 很可怕 那你看喔 像女生心裡 都有一個小公主 所以像這種 咛咛咛咛的 讓你覺得自己像一個公主的 你通通都會中對不對 可是等你開始 有一點年紀的時候 只要跟健康有關係的 也通通都會中 而且那個數字是大的喔 對 而且其實不分男女 對 那我現在講這個 這是一個 你知道上了年紀的媽媽 她會喜歡買 跟健康有關的東西 尤其這個東西 如果是全家都用得到的話 對 沒錯 而且你知道老人家 他會覺得說 簡單方便最重要 沒錯 所以就是有一個朋友的媽媽 她就去聽了一個說明會 那通常都是鄰居 越來越去嘛 有一個說明會 有那個免費的咖啡可以喝 還有下午茶可以吃 所以就去了 其實那個說明會就是 直銷的說明會 那一些歐巴桑不知道就去了 對 那這個呢 這個朋友的媽媽 她去參加的說明會 是一個所謂的能量磁棒 神奇能量磁棒 不要看它小小一根 放到水裡面 我告訴你 這個水就起了神奇的變化 也就是說 它就會釋放那個棒子的能量 對 會釋放能量 那就有找了現場 除了這個主持人之外 還有什麼醫學博士 來告訴你它的原理 然後還找了一些見證者 比方說我是常年的糖尿病 我喝這個水之後 我的那個血糖就下降了 這一支多少錢 我跟你講 你現在就給它賣出去 因為我們現場有律師 有醫生 也有博士 是不是 還有 現在就是我們的 這樣直接加一 對 然後總是加膝蓋 然後本來很好用 本來只能這樣 畫也可以彎 好 結果她說 這個能量磁 你知道多少錢嗎 很燙很燙的 花這個錢 買你的健康 全家人的健康 非常的值得這樣 她媽媽就把它買回家了 多少錢 三萬 三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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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吧 那杯咖啡好貴喔 對 然後但是她生性不疑 她媽媽回來之後就開始泡 擦在水裡面 對 然後就說兒子趕快喝 你喝下去之後 你的痘痘都會不見 然後叫女兒趕快喝 你那個筋痛也OK 這個媽媽就每天拿那個棒子 擦在水裡面 這小孩就覺得不可能 她就拿去化驗 你就發現這個水就是一般的水 它沒有任何特別的東西 根本沒有任何作用 沒有特別的東西 那她就問她媽媽 用套的 你是去哪裡聽這個說明 我也想去 那警方就去搜查 搜查之後這個賣家 她就說 對啊 我們賣的水 是完全沒有問題 就拿出檢驗證明 我的水質OK 然後我還沒有什麼輻射 但是警方去搜證 就說我不是懷疑你的水有問題 是懷疑你們賣假東西 對 然後就跟她說 廣告不實吧 你聲稱療效 對 你稱了療效你就違法了嘛 可是她這個好像犯的罪 並不重對不對 會有違反要事法的問題 對 所以要看她 實際上講的這個療效 到什麼程度 那她就講著說 全家治百病啊 然後癌罪嘛 很小啊 白髮會變黑髮喔 現在這種廣告 很多類似的手法 可是她的手法是 那是當事人自己 分享自己個人的健身經驗 我廠商從來都沒有說過 這可以治百病喔 我只是邀請她是這個當事人 以自己的經驗分享 她覺得可以治百病 我覺得她應該就是廠商 對 對 對 因為她重點是因為 她有醫學博士醫療 所以大家真的 有時候要很小心耶 不要誤信一些廣告台詞 我想問施博士 就是有哪一些廣告詞 甚至對於腦剝弱的人 就是很容易就上當了 其實很多的廣告詞 真的設計得滿厲害 非常厲害 平常心講 理論上在醫學上 很愛購物跟腦波 不見得有直接關係 但是可能有另外一個 滿大的一個點 人是群居的動物 對 所以人會有那種 從中的心理 對 如果你的廣告詞用到 很多人都怎樣怎樣 比如說百萬消費者 什麼什麼什麼 百萬消費者見證 某某職業或怎麼樣的人 千萬不能沒有 什麼感覺大家都有 或是比方說 很多的人都已經推薦 就之類那一種 會讓你有一種很強的 想要去從中跟從大家 那種心理的時候 大概這種廣告詞 成功的機會都還滿大 但其實坦白講 如果要從比較 職能治療的角度來看 你要改變一個習慣 通常靠你自己一個人 沒有那麼樣的容易 所以比如說我們要 要解掉刷卡的習慣 我們就要集體 成立一個群治療 對 就要我們大家講好 然後就加更多 對啊 我也覺得很危險 可是要講好我們就是一定 不可以整個治療 是一個人下去 對啊 會比一個人好很多 所以一個人的話 就是家人啦 應該是就像那個 就是要家人一起 很難啊 你看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跟我老公兩個 一人躺一邊 然後一人拿一個手機 他滑他車子的配備 然後我滑我的高坑鞋 對 這個要怎樣群體治療 是不是有的時候刷卡 會刷出一些後遺症啊 比如說像我們這樣長期 像我最近 我們不是換那個螢幕比較大嗎 對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這年紀需要換大一點 可是我突然發現 它有一個困擾 因為我們睡覺的時候 不是這樣滑嗎 我覺得它有點重 手會痠 手都開始痠 有點麻耶 對啊 因為像有病人 真的是來看診 他一開始是就覺得自己手 整隻手開始手指 前幾次都整個就開始麻掉 真的啊 那當然就是問他平常在幹嘛 他就說他上班都是文書作業 所以要一直滑 然後那一直滑滑鼠就算了 他下班的時候 最大的樂趣就是看網購 所以他要一直點一直點 然後要去比價 所以他很認真在比價 一個東西要比好多價 比價很傷 眼力跟腦筋 所以他也知道很多 他有開多螢幕 那不同的網頁資金 他跟我們那個股市 看股票一樣是不是 他不知道最大的樂趣 就是要比價 那雖然沒差很多 可是這邊便宜了一百 他就覺得他很厲害 成就感 但是這個成就感 不是其他人可以替代的 所以他那種東西很快的 他就是這個年紀 就萬歲到症候群 就是這裡手壓到 那我們測試網 萬歲到症候群 跟他講原因 他要改變 他就說 好 我試試看 改用左手 對 我就說 很難聽 真的啊 有時候真的刷到麻了 就是換左手 對 他說他練一下用左手 就是兩隻手輪流用 看會不會好一點 我覺得我說服不了他 我就想說好吧 結果後來也開了一些藥物給他 結果後來過一陣子 他又回診了 回診的時候 他都很擔心說 自己是中風了 因為他麻的地方 不是只有手 他已經往上就開始 一直麻 整個肩膀 因為萬歲到症候群 一定是手腕一下 所以他也知道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就教他 順便做一些宣導 就是有沒有中風 自己可以很快知道 叫做 微笑 笑一下 只要可以微笑 都安全了 兩邊有對稱 舉手 因為中風很長 單邊無力 舉不起來 嗨 舉手 然後說你好 講話會順 因為中風另外一個是 只要兩個字就可以啦 就你好就好了 你想要講多一點也可以啦 不是 我想說你好 感覺有點短暫 就是有點測不出來 好像基本上應該說 你全家都好嗎 我不是說什麼 我不喜歡問候那麼多 不喜歡問候 太多禮了這樣 你看 所以這些東西 它其實也不像是中風的部分 那指西溫它的症狀 它就是打個稱臂 整個手就像電到一樣 整個手瞬間無力這樣 加吹 完全就電到一樣 根本整隻手麻掉 而且無力的狀況 它那是神經壓迫到了吧 它是神經症壓迫 可是它的壓迫不是頸椎 它是比較特殊的一個狀況 我們叫做 在我們這邊的肌肉的地方 剛好有神經走在兩條肌肉的中間 那這兩條肌肉 尤其在你手平舉或舉手機 這個動作 對 然後這邊肌肉會更加地出力 那剛好神經走在這邊的時候 如果肌肉用力又發炎 它會把神經給夾住 那夾住的話 就會開始整隻手 開始一直出現麻 所以就是真的建議他說 少少一點吧 少一直買了 不要再看網購 不要再比價了 結果後來回診的時候 他說它真的有比較好了 因為他說 然後現在都直接買了 不要再比價了 這也是一個方法 節省很多時間 其實我很喜歡很多牌子 在台灣賣不到 所以我只能就是 去網路上看有沒有 像有一次我跟我男朋友 那時候還在學校 然後他忙著昨夜 我在旁邊一直花手去看 對 然後隔天 就是要去上班 但是我只能五點 凌晨五點才去睡覺 因為我就是沒有辦法放棄 因為我想說 如果這個活動我錯過 那我就是會買得更貴 對不對 可是有的時候 真的錯過了就真的沒了 對 而且他常常會說 隔天早上八點截止 而且國外的網站 超喜歡玩那什麼 三十六小時活動 對 怎麼十二小時特價 而且國外的網站 他們都是跟著國外的時間 沒錯 台灣已經很晚 他們還早 可是我們這樣眼睛 會不會感覺有負擔 所以那一天 我就是他在忙著夜 我就在刷手機嘛 刷手機好了 然後最後呢 就是五點才去睡覺 隔天還要去上班 一整天看電腦 我的眼睛真的非常的不舒服 很乾 然後我的同事 很乾 還覺得說 你怎麼了 是不是生病了 他就關心我說 最近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狀況看起來很不好 對 我就說沒有了 沒有 沒水飽 因為我也不敢跟他講 我真正的原因在哪裡 對 然後就是其他人還說 看起來我的眼神 完全無聲 就他沒有精神的樣子 對 無聲 所以現場有醫師 我們剛好幫你請教一下 像我們現在有的時候 晚上這樣長時間玩手機 我們當然就最擔心 是黃斑部病變嘛 不只是黃斑部 整個眼睛的部分 有這種靈魂之瘡 很多地方都會被傷害到 像我們一直這種使用的時候 我們很認真一直看 尤其是倒數幾秒 要是他一直搶著的時候 就是眼睛會一直看 倒數一分鐘 一直睜著 你的眼睛正常 它會 一直眨會保持它的濕潤 可是如果你一直把它張著 一直是過度使用的情況之下 加上一直有光線的刺激 它會過乾 過乾的情況的時候 會直接造成 我們其實角膜的部分 會受到傷害 我們直接做一個比喻好了 像一個螢幕的最外面 就是它的玻璃的鏡片 那玻璃鏡片長期太乾 或者是水漬那些一大堆 你的畫面就會 開始很霧的狀況 對 那除了這個以外 眼睛第二個部分 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水晶體 跟結狀肌的調節 那我們結狀肌的調節 不好有些人就會近視 這個調節是包含 控制光線的進出 可是我們如果長時間 曝露在這種強光 一直在一直看 一直看的狀況之下 我們這種調節力會疲乏 所以也就是說 你無法再那麼清楚 去調到一個最適度的光線 那你有時候太暗的地方 反而就很久很久 就會覺得為什麼別人都看到 只有我看不到 對 這時候如果假設 你在看電影的時候 要逃生 為什麼要再換一點 所以逃生門的燈要夠亮 我覺得找廁所就出問題 對 會比較難適應 會有狀況 那另外螢幕本身 最後呈現的一個畫質 如果螢幕就算 前面都調好了 亮度也好 畫質真的很差 就算你再好的配備也沒有用 這東西就是剛才我們提的 視網膜黃斑部的一個部分 它在整個感受 所有的畫面品質 處理最重要的地方 就會在這了 就像你根本輸出的 一個畫面的一個品質 那可是就算這些東西 都萬事俱備 還是要 否則你那些訊息的傳遞 都有問題 所以我們眼睛 在傳遞的訊息的時候 它也要把資料 傳到你的腦袋裡面 所以這東西是視神經 下去傳遞 所以這過程中 你要得到一個好的訊號 不是那種容易 任何地方都要 可是長時間的使用 全部都會傷害 沒錯 所以你看 洪醫師講說 造成眼睛的負擔 其實有這麼多 所以那你有想過要改善 就是購物的習慣 還是要怎麼照顧你的眼睛 我覺得兩個都可以改善 因為那時候 我就是長期有這種狀況 就是眼睛一直很乾 然後很紅 很不舒服 我去找我的一個營養師朋友 他就給我建議 我要多補充一些營養素 那時候還跟我推薦這個 水能盡量椰黃素 這個很棒 椰黃素現在我覺得好需要喔 對 因為裡面有 保濕成分的 鑊尿酸前取物 還有椰黃素 還有蝦紅素 對 還有三三子黑醋魚的 花青素 還有 感染曲類黃銅 維新素A跟E 所以就是一個 很完整的營養成分 什麼都有啦 而且妳的中文比我的還好耶 對啊 妳怎麼會知道 這麼多厲害的成分 因為他男朋友在讀書的時候 他在購物 眼睛有點乾的時候 就去那邊看一下 所以如果你要繼續購物 就是一定要先去看 要吃什麼 對 把眼睛照顧好 可以刷更多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剛剛講的這些成分 好像大家都有聽過 但它實際上 對我們眼睛到底有哪一些好處呢 玻尿酸全區物的部分 大家應該都聽過 玻尿酸 就像我們前面所說的 最慷慨的鏡片的部分 不可以太過乾燥或裂痕之類的 所以玻尿酸全區物 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濕 那跟大家熟知的 玻尿酸這件事情 是分子比較小 比較好吸收 那另外花青素 跟霞紅素的部分 就我們前面說 亮度的調節 跟調節力的部分 是最重要的 所以會適度的亮度 讓我們最佳的一個感受 是 那另外的話 葉黃素的部分 就是我們前面說的 螢幕提供的最基本 最重要的畫質是什麼 就靠這個啦 對 那另外的傳輸速度的 這件事情 影像這些訊息的傳輸速度 就是柑橘類黃銅的部分 它去保證 我們這種訊息的傳遞 前面不會 前面都很好 最後訊息傳遞超差 柑橘類黃銅 我們比較稍微陌生一點 其他都有聽過 這又是稱之為維生素P 在一般既然叫柑橘類黃銅 在一般很多的水果 蔬果 都有一些 可是硬吃的話 會反而吃了太多的糖分進去 反而攝取過多的糖 是 那洪醫師 因為像現在葉黃素 我覺得應該是 不管是愛購物的 或是工作忙碌的人 其實都非常需要 因為大家用3C的時間很多 可是葉黃素的種類 跟組合的營養成分很多 你建議我們怎麼挑 跟怎麼吃比較好 一般來講 現在大家在使用 葉黃素的時候 現在很多都是用 金傘化萃取的葉黃素 那所以就像是我們一樣 濃縮果汁 大家都叫濃縮 對 可是有分為超濃縮 微濃縮 燒濃縮 原汁 那所以為什麼呢 意思就是有98%跟2% 都叫濃縮果汁 所以重點要直接看它 到底實際量是多少 才是重 要多少才好 那一般來講 在每天我們的建議上面來講 法規的上面的規範 是大概30以下左右 有 這裡有22毫克 對 就法規目前的建議 規範的條件 那另外來講的話 我們在使用這些的 食品的部分來講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每天使用的量 而且每天是規則使用 不是到哪一天初一十五 想到的時候 或靈感來的時候 或是購物 啥一啥的時候 才突然想到 這個就是我現在 頭最痛的問題 我到底要怎麼樣 可以讓自己記得 每天都不要忘記 我忘記可以補嗎 所以我其實就每天 任何時候有使用才是最重要 當然是飯後吸收效果好 因為它一些脂溶性的部分 所以要持續吃多久以上 我們才會感受到它的效果 一般來講在研究上 大概說是要半年以上 所以就是要規則使用半年以上 請大家好好努力吧 有 我吃了真的覺得比較舒服 而且就是我的眼鏡 也最近都不會覺得很乾 很癢 我吃了真的覺得有效果 而且我很多朋友也跟我說 我最近也變了很水汪汪 很迷人 所以看他的眼睛 就很水汪汪了 對啊 然後吃了之後 就更水汪汪了 謝謝 妳就是那個娃娃的樣子 還滿可愛 對 所以我相信也覺得 就是我發現真的有效果 所以我也會很像 跟我的朋友吃 會跟他們推薦吃 真的覺得 可是我也有一些朋友 他們吃了之後 我覺得那個效果 比一些井口的牌子 更有感 所以其實台灣的品牌 已經做得很好 對 很厲害 而且我真的覺得 我們現在真的用3C用太多了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忘記 要做保養的這件事情 沒錯 因為到了真的 妳再看不到 或者是妳已經到 很嚴重的時候 都已經來不及了 最重要的是 要謹慎地檢查一下 自己的荷包跟口袋 到底有多深 一切是量力而為 才能夠加和換事情 感覺妳這一段就是景語 等一下快速地撥過去就好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妳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妳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